98年全国运动这个10月就要登场了 那么今年的在台中举行的运动赛事 台中市政府相当的用心哦 尤其像是在女子排球这个项目 花了百万元重新来整修场地 全运会倒数计时 传统最热门的女子排球 主办单位可是砸下重金 花了360万重新整修 为在台中双十国中的比赛场地 从木枝地板灯光到卫浴设备 要给选手最棒的环境打出一场好球 会指定我们为女子排球赛的场地 第一方面是肯定我们学校在女子排球队 女子排球的培育的一个成就 因为二十几年来 我们学校女子排球队一直在全国联赛里边 都在八强之列 而且冠亚军也得到无数的奖杯 各项的比赛我们也都参与 身为地主队台中欢迎各县市的敬旅 一起来打场好球 因为全新整修过的场地 不仅要让球员全力以赴 更要让全国喜爱排球运动的民众 进场来观看比赛 到台中市来观赏了酒吧全运 也非常欢迎更欢迎到双十国中来观看我们女子排球的比赛 那我相信你来到台中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因为我们这次全运会我们筹备了两年多来 我们一直都在准备着欢迎各位的到访 2009全运会10月就要在台中举行 两年一次的运动盛会 不仅有精彩赛事 更有台中的观光美景 希望邀请民众一起来共享盛举 整天新闻 红柿梅台中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